比如說那個山 你注意看象山的後面 那個地方附近看到那個 看到那個山的很多是招小偷 就是說房子是行啦 可是剛好那個角度是 比較有小人 剛好當然那個角度 我們換了小人或招小偷 那秀慧 你聽到人家要這個預防桃花 你會不會很歐啊 你一直希望有桃花 你怎麼會30歲以後就有什麼 這不說白 他們家的桃花 四年自己會更新一次 哪有那麼好的房子 剛剛那個江老師不是說 你說坐西向東的房子 比較會招桃花 坐西向東或坐東向西 但誰要從左側 我台北的房子就是坐西向東 以前桃花多到 我媽媽帶我去斬桃花 我現在我們老婆是連金 都靠起來那邊 現在斬到有夠乾淨 人家說斬草不除 跟春風吹又生 我老婆真的連金都靠起來 從中帶我去斬米拜討回來後 真的桃花幾乎就 為什麼要去斬桃花 因為我以前住在那個 台北那個房子的時候 就是卡不住的時候 就是很多男生要追你 卡不住就有人來 你哪裡連連卡不住就有人要爬你 我媽媽就不勝其反 然後就帶我去斬桃花 去哪裡斬 去那個嘉義有個季公廟 哇 還跑到嘉義 對 季公廟 他就沾土花 然後用土花 還錄他辛苦的繩子給我接 他比較乖 比較不會這樣 對男人亂不爬馬走就比較聽到 真的耶 就到現在就是這樣子 後來我又搬了一個房子 這邊房子是坐南向北 坐南向北 真的比較沒有桃花 有桃花都是 因為有一個老師就跟我講說 我要糟桃花 就是要在我的臉床會放五顆粉筋 那那個 因為我們床是不是這樣四四方方 然後四 四顆 晶 軟 三四 都要放是2mm的 中間要放一顆28mm的 這老師一定在賣水晶 對 那個水晶是他送完的 因為他小時候幫我求 然後他就叫我擺在我的床鋪底下 然後呢 我的那個右邊的床頭櫃 所以一定要放那個香水百合 但是不能爛掉 那爛掉一定會遭到爛台 爛桃花 所以也奇怪喔 那爛桃花爛到什麼程度呢 你聽到你這隻腳手 你會皮皮削 哪有這種爛桃花 就包括有一次我去新竹做活動 做完之後我要拿禮服去還給店家 想說11點多 趕快趁他還沒打烊趕快去還 還掉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已經大概12點多 我想說晚上了嘛 因為我又不太喜歡吹冷氣的人 我就把那個窗戶這樣放下來 然後我就在開車 欸 就停紅燈喔 慢慢慢慢就這樣停紅燈 欸 我就 余光就看到一台那個 冰式的車子 呼呼就停在我旁邊 然後呢 停在我旁邊之後 我想說不要看人 因為我一直余光去的時候 那個男的一直在看我 然後這個時候 我又很不好意思說 趕快把窗戶拉起來 這樣很不禮貌 我想說 就假裝若無其事 然後來我就要開車的時候說 請問你是楊小姐嗎 欸 人家跟我講話 我當然要回答 我說 太太是是是 你好 他說 我認識你耶 我是不是說 全中華民國認識我的人才多 對不對 我說 喔 這樣子喔 嘿 你好 他說 我是某某某的朋友 他講了我們圈內一個大哥的朋友 我說 喔 你是他朋友 他說上次啊 他叫你去哪裡做活動唱歌啊 我就坐在他旁邊啊 我說 喔 你好 你好 欸 綠燈的我要走了嗎 我要走了 對 我要走了啊 他說 那你可以留電話給我嗎 你問我大哥 不是 我這個人很不會拒絕人家 你告訴我 我知道你是我大哥的朋友 我還沒給你電話 是不是很不上道 那我想說 好啊 因為綠燈的我要開車 我就隨便念 093 我就走了 我就念很快 沒有一分鐘 他打電話給我 蛤 他記住電話 然後他說 這是我的電話 從此之後 每天一定要三五通的簡訊 你要吃飯喔 不要太累喔 我想你喔 什麼 就每天都這樣講 那因為說實在 那個才一會面喔 他在面前就什麼 我不知道 有一次我收工 他一直要約我吃宵夜 我說 我真的很累 他說 那我送宵夜 到你家吃給你 這樣子 我說 蛤 我家在那個三叢 他說 沒關係 你跟我講地址 我怎麼不好意思 不要跟他講 反正我們家有雙警衛嘛 好 他就來了 然後我就下來了 就是你也要 好嗎 我不好意思 要有人說 我不能跟你講我家的地址 我又很不好意思 雙魚座的人就不要這樣 你就送來超市啊 我們家一定給你吃掉 冠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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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來吃了對不對 對啊 然後他就送來 我覺得這個人還真的有心耶 他每每送一次宵夜來 一定會送上金軒巧克力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人不錯 好 但是他大概認識 到目前為止還聽不出哪裡爛 對啊 大概認識兩個月之後 我會覺得 這個人還不錯 應該可以交往看做朋友 到第二個月的05天的時候 他說 我公司要周轉 你可以借我300萬 他布了兩個月的局 就是為了這個 送一堆巧克力 對 其實剛才秀偉講的其實 很多的男女他可能都沒有姻緣對不對 其實我們教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可以用泡澡改運的方法 你只要選玫瑰七朵 因為玫瑰代表愛情 那玫瑰七朵加一朵百合花 但你不是把那個玫瑰整朵 放在水裡的東西喔 你把花瓣摘下來 花瓣摘下來 你可以泡在浴缸裡面 那請選擇那個溫度大概要40朵左右 就讓這個花瓣的分多精散化出來 那洗個玫瑰花澡 那為什麼要七朵玫瑰加一朵百合 因為七加一等於八 八代表花 就讓你的感情桃花能夠發的意思 那玫瑰代表愛情 那為什麼要用百合 就是讓你的愛情百事好合 但你要記得 你可以選什麼時候 你可以選紫日 就是你翻龍迷里 上面有選紫日 五日 毛日 有跟有日 那選什麼時你記得 如果你都不知道怎麼選時間 很簡單 中午的時候跟半夜的時候 就這個時間 中午12點半夜12點 你就來洗個桃花澡 那洗完之後一旦桃花 記得開窗 很多人12點洗澡的一陽畫看作品 但洗完澡 你要記得 雖然照來桃花 而且一陽畫看作品 臉是混紅的 有有有 果然是桃花 像秀慧為什麼會照來 好了 桃花變爛桃花 就是說一旦你桃花來的時候 這個澡就不能再洗 為什麼 就是說 你本來異性緣沒有的時候 你照來桃花之後 你繼續洗 可能異性緣本來一個變兩個 兩個變三個 就變成爛桃花 所以一旦遭到桃花之後 這樣的方式就不能再使用 不過坦白講 這個楊秀慧真的是 不曉得是年齡的關係 有人也是四五十歲 也是桃花不斷對不對 所以年齡應該不算 年齡我覺得不是問題 對啊 為什麼上次去求姻緣 求到還要請你出馬 結果 其實這個要說 以前江老師還沒有上電視 我還沒有跑通告 我在當那個電台的廣播員的時候 我就認識江老師了 我們大概 他十幾歲出來 我 他啦 他喔 沒有啦 沒有啦 差不多我們兩歲才有 差不多十幾年 十幾年 那時候他的朋友跟我很好 他說你這樣 好啦 我找一個老師 我幫你求姻緣 那他很好喔 他就帶著我跟我那個朋友 去那個迪化街 那個月老 沙海沈黃廟 對 然後他就在旁邊教我 教我說 你就跟那個月老公說 你要叫一個紅絲線 拜託他做主給你看這個好姻緣 我在那邊一直拔喔 一直拔喔 我還要20分 一拔就沒有 如果不是笑拔就是拔 不是笑拔就拔 江老師在旁邊看不下去 他說你為什麼說 說一拔多聽 我說 我就照你跟我講這樣講 他說 你整個我聽你說 老師親自出馬了 老師就拿筊 他說這新路整個家 這就是什麼人 我們要求他們 全都沒有筊 沒有筊 請老師就說 不然這樣 拜託 我們的這個 月老 把那個土地公 我叫土地公做主 月老你拔紅線 這樣可以嗎 你如果覺得這個新路沒有淫然 叫他們家的土地公 來拔紅線 土地公來做主 可以嗎 那個月老就一拔了 他就帶我去回家 我記得當時呢 那個江老師是拿一拔金采 有兩個人 有兩個女兒 你會記得嗎 那兩個女兒是手牽手 手牽手 中間呢 就結一個紅絲線 然後一個那個死結 綁起來 還綁死結 對啊 這樣會跑掉 他會跑掉 對啊 你火結會跑掉啊 然後叫我買雞 叫我買水果 就開始 一直拔 一直拔 拔拔拔到一拔好 那金采稍稍稍後 土地公那拔 對 我們自己家的土地公拔 拔拔後 你就跟土地公做好嗎 對 沒有 沒有 你長的 來這樣土地拔的 沒有 沒有 不是 現在明明是那個 跟死傑那兩個女兒 也是要把它擋一下 和金采收掉 對不對 那個死傑居然脫落了 這脫落了 這老師這不正經 正經 你命裡注定的 就是命裡注定 其實這種東西真的 就是說 如果命中真的沒有的話 其實可以許願 因為很多的觀眾朋友說 很多人拜拜 他講我叫楊秀慧 你沒有 第一個 你沒有抱你的農曆的出生年始 很多觀眾朋友 他拜拜的時候 他會講國立的 但是事實上 所有的神佛都是講農曆 他不講國立的 第一點 第二點是 你一定要抱你的居家的地方 神佛的店也要upgrade 沒有 upgrade 有時候你說你叫同名字 你叫小禎 你叫楊秀慧 問題你沒有講說你家住哪裡 神明怎麼去辦 神明應該要知道 不可能知道 因為你要拜拜人太多 可是耶穌都知道我家住哪裡 其實你要看到 其實我們在跟神明做溝通 很多人就像小禎講說 神明菩薩耶穌基督是無所不知 其實錯了 你一定拜拜的時候 或是你跟耶穌基督 祷告的時候一定要講出來 你不要認為說你心裡面想什麼事情 神明都知道不知道 因為人的心思是很複雜的 其實跟耶穌祷告大部分是忏悔 你要先忏悔你 你覺得你哪裡做不好 然後你那個忏悔 他有收到的話 你才會得到一種反應這樣子 對 可是問題是這個桃花 有什麼方法可以招呢 而且不用花錢